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圈养大熊猫野外营种的目的 第一个也是第一步 就是要解决我们圈养大熊猫遗传多样性的问题 然后提升我们这个圈养大熊猫的种群合力 第二个目的我个人认为 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野生大熊猫种群的一个副状 通过这个营种将来作为这个野生种群副状的一个新的研究的一种方法 以上都不尽